和Answer他俩是什么意思 好像他说的也是回答的意思 是不是 那他这个和Answer是一个意思吗 和Answer是一个意思 好像这个原来这个您讲过是不是 这样子 我刚才34节 像这屏幕上 Answer是你 回答人家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吃烧烤 这个是回答Answer 对不对 好 今天下午两点去 一点钟去 这个是Answer 我问你的问题 有的时候你不见得正面回答我 你只是回应 回应 我没回答你 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吃烧烤 那要看 看我丈夫几点回来 看明天是不是下雨 看我明天心情怎么样 这个就是什么 reply OK 我确定是吧 我确定 不是说不确定 倒不是说不确定 而是说他回应 他只是回应 OK reply 所以reply是回答他 answer是 也是回复 可是一般来讲 answer跟reply来讲的话 reply可能说的比较 比较多一点 answer就是只是 点对点的 你说几点 OK 我就几点 但reply有时候会多做解释 会比较多做解释 所以reply是这样子 OK 所以reply跟answer 其实两个都可以说是回复 我们来我们来讲一下 刚刚这个这个问题 这几个字其实都很好用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 他的 比如说answer right 他回答他 我问一个问题 我问A 你回答A 我问B 你回答B 几点来 几个人来 这是answer right OK 还有一种呢 是reply OK reply有的时候 这件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我得跟你解释一下 你得看这个问题啊 得看那个问题啊 我得什么东西 这个reply就是讲的比较多一点的 OK 那还有一个是respond respond respond是什么东西 就回应而已 我只是回应 OK 所以respond 有的时候 也许我只说一句话 再看看吧 明天你几点来我家烧烤 再看看吧 再看看什么意思 我只是回应一下 但是我不见得有回答你的问题 是吧 所以这三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OK 这样能不能理解 OK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reply是比较书写式的 书面式的 然后回答是比较丰富的 多多回答一点的 这个叫reply respond呢 基本上很多时候就是只是回应而已 我也许什么也没说 就嗯 这也是回应啊 嗯嗯 好 知道了 嗯 这也是回应啊 reply 对不对 answer就是点对点的回答 很精简 很精简扼药的 明天几点来 两点 来几个人 三个 OK reply就会多回答一点 OK 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 或者我想说什么 哎呀 我的感受如何啊 我的什么东西啊 最近烧烤 听说哎呀 烧烤还会破坏环境啊 我们要小心啊 也许我就讲一堆 OK respound呢 就是回应一下 嗯 好 知道了 嗯 看看吧 这也是respound OK 好 有没有问题 老师那就可以那么理解 就是说 呃 第二个第三个 就特别是第三个 就是说再看看吧 就是不确定的回答 那个第二个呢 就是说 嗯 不见得来不来 就这意思 respound只是 respound只是回应 但他回应的方式 有千千万万种 对不对 我也许 嗯 嗯 根本就没有 嗯 好 嗯 知道了 敷衍 就是这个敷衍的意思是吧 有这个意思在 但是就是说 他不见得针对你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这样子 reply呢 通常就比较正式一点 OK 比如说 某某教授 我现在写了一封信给你 你怎么没有回复我啊 你没有 这个reply 通常我们期待人家 多给一点正式的回复 叫reply answer 只是点对点的回应 这样子 OK 好 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reply 是不是也可以放映成答复 回复答复 对答复 但这个答复 通常是比较详尽一点的 他会多说一点 像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 就常常都会给一个 一个笔句呀 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呀 他会多说一点 对吧 所以用reply 老师这个steep的 还有steep 就是那个lecture 这两个 我会有什么东西的 对方说的 是什么东西 对方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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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 对方说的